你能不能用的 你能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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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大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温柔 就是没有那么温柔 因为我觉得演戏 两个人都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东西 心高气傲的 然后就觉得 我肯定能红 我一定会红 然后顺便的人都说我会红 然后就 也是很直接的方法 然后就离家出走了 就看着妈妈那个很憔悴 然后就先问你 哎呀在外面饿着了吗 不管干什么 都会被别人拍下来 你就是那个谁谁谁吧 你真的跟他长得好像啊 其实我觉得被别人一直说好 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不会说 你来找我 不是很好 剧本一般般 开了一个很高的架 嗯 好了 那我去演 这就是市场 这就是一个 永远都要更新换代的一个 一个一个时代 大家好 我是庄亚萍 这里是凤凰网非常道 今天的嘉宾是张哲瀚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哲瀚 一边是烈火 感受他的进取果敢 一边如溪水 体会他的柔软 以偏鲜 现实中的他和剧中人 终于走到了这样的交界处 让所有的美好都来吧 温柔且强大 有力而动人 所有的少年心气 在张哲瀚身上交织 打动人的一直是 像他一样 将平凡的日子过成诗 你最近有没有感受到 就是说 大家都在说 你红了 其实红不红 对我来说 没有 没有 没有那么的 重要吧 只不过可能就是 工作变多了 就是更直观的感受 就比如说 突然发现走到哪儿 大家都过于热情 或者怎样 就是这种最直观的感觉 你有吗 就是在机场粉丝啊 包括像 就像楼底下粉丝 就是 就会 会多了一些嘛 然后你不管干什么 都会被别人拍下来 除了在屋里的时候 除了在片场的时候 大概就这样吧 所以以前你是一个 可以随便走 也没有什么很大压力的人 对啊 我比较喜欢到处走一走吧 就在刚来的那几天 写还没这么播 我就到处逛了 然后会被认出来吗 不会啊 你走到大街上 戴着口罩 也没有被认出来 但是现在的话 这样的话 你再去逛的话 你会有压力吗 就是说 突然会被街上认出来 其实主要是 不说压力吧 主要是不太喜欢 比如说你吃着饭呢 然后我过来 你是不是那谁 你好 你跟他真的好像 然后我又不想回答这种问题 然后你不回答吧 他过了一会儿 你就是那个谁谁谁吧 你真的跟他长得好像啊 因为我可能 比较喜欢亲近一点吧 就是 就不太习惯 我看过沙漠下暴雨 看过大海请问鲨鱼 你以前说过一个话 说你并没有急着很着急的去哄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那时候可能太年轻了吧 心高气傲的 然后就觉得 我肯定会哄 我一定会哄 身边的人都说我会哄 但是哪怕所有的人说你会哄 那你也不一定会哄 慢慢的 这个心气是会被磨掉的 我觉得其实就是说 什么叫哄 这个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 并不是说 因为最新火的戏儿 才认识你的 但是那种情况下 其实应该也算哄 还是说 要让所有人知道名字 才叫哄 那当然是就是 那像妈妈看来 或者哪儿 看来什么叫哄 就是 全国人民都认识你 那才叫哄 我是不是就是说 我当年我没有着急想哄 然后走到今天这一步 其实终于也是时机到了 挺好的 我一直都跟 我们制片人马姐说 马姐 我30岁了 我说这部戏 我说你能不能带我走向 30岁的巅峰 她说相信她一定没问题 我说好 这个我真的就是走到了巅峰 对 别这么说 还没有到巅峰呢 对 30岁的巅峰 其实就所谓的说爆红 或者是一下更多的聚焦 那你这一段时间你觉得 就是这些复杂的因素在一起 会让你的心境有没有什么转变或者起伏 其实不待会 我还是每天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只不过就是工作确实变得比以前多了很多 然后急速的要求自己去成长 不仅是自己要成长吧 然后可能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要跟着一起成长 从过往的综艺来看 就是你其实一直是一个挺直接的人 然后现在的话你会觉得还能像以前那样说话很直接 直出胸义吗 还是挺直接的吧 我觉得我还是挺直接的 那真的是一个聚光灯下 然后一举动可能都会别人解读 然后你会因此变得谨慎吗 会稍微谨慎一点 因为不想给大家或者不想给工作人员带来过多的麻烦 倒不是说对我会影响太大 有的时候可能是工作人员会帮你处理一些事情 或者是因为你会被别人顾盆解读 或者是往上一些言论或者什么的 对 因为这其实不影响我做自己 我只是觉得你要多替别人考虑一下 就是以前的演员他会强调说我是个演员 我不是流量 但是好像大家现在都不太介意 我明明可能我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但是如果你说我是个流量 我好像更开心 不是 那我不是理解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你怎么理解 流量和演员并不冲突 也有歌手是流量 也有演员是流量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衡量你是不是一个好演员的标准 我觉得有些演员很棒 他能够成为流量 我觉得就是他能够获得观众更多的喜欢 当他的实力能够支撑起他这个所谓的流量的时候 那就是相辅相成的事情 就是如果我哪一天我的实力匹配不了我的 或者现在的流量的高度的话 我相信我也会下去 这就是市场 这就是一个永远都要更新换代的一个时代 你知道什么叫爬墙吗 爬墙我知道 贴大到我像流水的粉吗 但是你会觉得这样会对你造成一种压力吗 这个倒对我来说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因为我也演了十几年的戏 就像你说有的作品被别人认识过 也有那么一些阶段 人生就是来来去去来来回回 有的人可能只能陪你走一段时间 有的人可以陪你走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很相信缘分这个词 就是说我很感谢每一个阶段都能够陪着我走的粉丝 我觉得是他们的支持和认可 让我一步步的走到了今天 然后他们去喜欢另外的人或者什么东西 我觉得都很正常 都是一个很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但他们去选择他们自己喜欢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你们人生在每个阶段可能喜欢的事物也不一样 我也是一样 当时你为什么决定接这部戏呢 也是就是缘分 我其实是很相信缘分和顺其自然的东西 我不会去太过多的强求 也不会说那种 哎呀我有个很好的项目 我一定要上 然后我一定要啊 去那样 我觉得不是 我不是那种性格的人 然后呢 这部戏正好 制片人又找到我 导演又跟我聊天 然后我看了剧本 也很喜欢 我觉得就是这种双向的促成吧 这种双向合作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不会说 啊 你来找我 嗯 不是很好 剧本一般般 呱开了一个很高的架 嗯 好了 那我去演了 就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感觉 现在想想 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角色 其实跟你还反差挺大的 因为觉得就是以前对你的了解 就是啊 这种 这么运动型的 这么霸气型的 就是不应该去演一个好像非常 温柔婉转柔弱的那种角色 你当时自己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当时不太行情抗拒 我就觉得哎呀 就不想想演这种 内心戏很多 然后很比较相对来说沉默一点的角色 因为 我觉得作为演员 发挥来说是有难度和演起来不是那么过瘾的 对 结果你后来就入戏了是吧 就是 嗯 每场戏都是 加入自己的一些想法吧 也就是说 就是对 就投入进去就是 好好演嘛 嗯 因为对手的帮助当然也非常非常大了 因为我觉得演戏 两个人都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东西 因为其实观众也会说 说因为在这部戏的刚开始 大家其实会有一点点质疑 结果慢慢的就哎呀真香 就就看进去了 然后你自己是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转变 一个完整剧本 他的人物都会有很多个阶段 我都会很明确的 因为电视剧都不是顺派嘛 我都会把他的很多的阶段 做好自己的点 从某个时候开始 比如说 我是天窗时候逃出来是什么状态 易丸容是什么状态 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温客行事是什么状态 知道他的身份以后又是什么状态 我都会问自己很 就是提前把这些问题都是会问自己一遍 然后呢告诉自己 哦到了这个阶段 然后我翻剧本的时候 我看到哎这个时候哦前面是什么 后面是什么 我我就知道应该怎么演了 对你说到因为他不是顺派嘛 那么就是你和龚俊对手戏的时候 你是怎么去就是你们两个去培养默契 默契我觉得就是首先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剧本非常的完整啊 如果你不停的在后面在出飞夜的话 因为你可能这里演完前后你是接的 突然到了后面哎哎 怎么好像我前面的不对 但很好我们是一个很完整的剧本 有人问我说他说他拍这个戏的四个月 是他人生中最孤独的四个月 然后其实把这两个问题连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好像是某一种特别难以形容的那种心境 我觉得这是缘分吧 当时其实我做当下的时候 确实我拍戏这是我拍戏拍过很难熬的一个戏 因为夏天拍古装又是穿的非常多 穿的我穿的最后的一次古装戏 因为制片人想要一些很好的层次感 包括我们还要演过年的戏份 然后大雕啊 然后而且那时候正好在疫情嘛 也不能参加任何的活动 我是完完整整在剧里待了四个月 没有离开过恒电半部 最远的我记得最远有一次 我手工早还是没戏 我去了一趟东阳 因为我实在想看那个叫信条那个电影 我说我一定要去看一次MX 然后就开车到了东阳 一切也就四分钟 到了以后看完电影 吃个饭又回去了 这是我最远的一次 也没有离开那个区 所以 所以也是因为我觉得在剧组的生活 就是必须很难熬 然后也很孤独 我觉得就是要去适应吧 所以你觉得 大家对你所有的评价里面 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印象很深刻就是 他们形容阿旭有一个词就是 温柔且强大嘛 那你怎么看来说 大家对你就是说 一边喊老婆 一边觉得说 好有张力这个表演 能不能套用这样的 温柔且强大的这种双面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词看似有一些矛盾 但又是一个可以很好 和很好结合 就是体现一个人这种厚度和 和这种生命力的一个词吧 就是我们好像强大的人都是比较坚毅 隐忍刚强就是这样的 但是温柔的人好像又是那种情绪比较感性 然后他这个两个词一结合起来 就是觉得这个人对生活 就是内心很柔软 但同时他又很强大 又可以在别人去依靠你的时候 能够成为别人的依靠 这就是一个很互补的一个词 那你觉得你在生活中 你算是温柔又强大吗 强大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温柔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温柔吧 你应该是一个从小 就算志向比较高远的人 就像说你当时是怎么样就是说 笃定自己一定要学表演的 其实也不是说我志向高远吧 就我觉得是 我妈就是一个从小就希望我能成才的一个人 有小时候让我学钢琴啊 你一定要做钢琴家 读书 你要做科学家 在你决定去唱歌或者表演的时候 一开始家里的人是支持的吗 没有 刚一开始家里就是很反对 然后你用什么样的办法去说服的妈妈 然后就也是很直接的方法 然后就离家出走了 就好多天没有回家 从哪走到哪儿 跑到我当时有一段时间在乡下读书 然后有些乡下的同学 然后当时就跑到乡下的同学家去住了 然后他们就根本找不到我 那我回去以后就发现妈妈都老了很多 就是 就是当时回去以后就是 以为 回去以后肯定是一顿毒打 因为走了家 但没想到回家以后 就是看到妈妈那个很憔悴的样子 就是要快要流泪的样子 就是先问你 哎呀在外面饿着了吗 然后怎么样啊 叫睡的够吗 就是怎么样 就其实是很关心 根本就不舍得打你 从那一刻就觉得 哎呀就是 不应该去这样去伤父母的心吧 然后 虽然还是很顽皮 但是就是 那一刻反正在我的生命里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会不会就是那一刻是这种 就是 母子之间的互相的谅解 因为后来其实家里人是支持你 对 从那以后就慢慢就开始支持了 对 然后妈妈就是为了你学表演啊什么的 好像付出很多 其实我觉得我妈 一直她说我成就了她 她也成就了我 就是家里房子卖了 然后我妈因为我把她的工作也停了 就是她以前是公务员嘛 然后也是触及干部 就是还是在我们当地就说 然后挺好的 就是有铁饭碗子那种 然后但是她说我妈为了我就 没有继续去干下去了 然后就下海经商 然后去了深圳奋斗 真的是一直就住在一个 可能就跟别人合租 住在那种上下铺啊 然后就像那种楼梯间 然后一步一步靠着自己的努力 然后从小房子变成自己能够住一间那样 从跟别人合租到住一间 到慢慢的有自己的两室一厅 或者是三室一厅 虽然住在关外 然后都慢慢的搬 能够搬到市区里面去 就真的是一点点努力吧 所以我觉得我母亲可能就是一个这样 温柔又强大的人吧 就是她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俩要吵架或什么 她会哭会难过 但是呢 她从来不会说 说说 她可能会抱怨或者什么的 但是她从来不会说 我不能够成为你的依靠 我永远是你的依靠的样子 就是妈妈永远是你的依靠 哪怕到现在她都会 会希望她觉得 因为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 她见的越来越多了 她觉得 她永远觉得给孩子的不够多 或者不够好 到现在她还在想着怎么挣钱 然后让你的生活 就哪怕你不拍戏 有一天突然不拍戏了 或者怎么样了也好 你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条件 我觉得就是 母爱 对 就是妈妈有说过吗 就是有看这个戏吗 有 喜欢看吗 那她应该每天都在追吧 我的戏不管好看不好看 她都会追 但是这部戏 因为大家都看嘛 她会就是说 像会去跟什么亲戚啊 邻居啊去讨论吗 那我也不知道了 因为我好像也有段时间 没见到我妈 那么你现在就是被 越来越多人认可了 就是妈妈最近有没有给你发 什么消息啊 怎么样跟你去讲这件事情 没有太多 因为我妈 没事的时候呢 她通常都是要教育我 所以我们俩不是很喜欢聊天 就是我其实是很想 想她跟我聊 最近怎么样了 身体怎么样了 然后 但是她没得到 你要注意注意什么什么东西 你现在怎么在 一定要坚持住啊 怎么怎么怎么样 就是 就那样的 你自己说过烈火英雄 是你这个演员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 那么你觉得山河令对你意味着什么 就是另外一个开始了吧 比如说烈火英雄这个开始 就是可能我开始演电影了 接触大萤幕了 然后大萤幕也会有人记得你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山河令对我来说 又是人生又进入到另外一个开始了 就是说好像你已经被很多人都认识和关注了 然后大家好像都在不停的说你是个好演员 你的演技很好 那当你被认可的时候 同时我觉得压力是更大的 其实我觉得被别人一直说好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对因为会一直累积压力 是个很可怕的事情 你没有余地了 就是你没有向后退的余地了 就是我以前好像在自己 就是我也无所谓 就像我出去也没人认识 我也不红 我也不会说没戏拍 然后也赚钱 然后呢都挺好 然后也就乐呵呵 那现在别人已经给了你这个一个框框架 你就会想 哇观众觉得我是个好演员 那我怎么对得起这几个字呢 所以后面的戏我就会很慎重和很 会会有一点一定压力啊 对 就是说无论是在山河令啊 还是在烈火英雄里面 就是很多导演也会说你很拼 就是也会在戏里面受伤 或者让自己身体就是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样子的 就是会看到你一直是在一个很拼的路上在走 那么你接下来你觉得你还是会这样吗 我就接下来去说实话 接下来我觉得哎呀还是要更多的保护好自己吧 拼是一种态度 但是同时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以前是不行我就要上我就要去 现在稍微会会有改变 但是人生我就可能是闲不住的人吧 就是我除了睡觉的时候 我可能就是比如说我想哎 那时候我做的好像好无聊啊 那我做点什么吧 或者我看过书 我弹过琴 或者是哎呀我运动一下 那我一般运动都会放在第一位 但是比如说因为之前拼的太厉害了 那我们有一些比如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当你不得已放弃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来处理这种失落感 其实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失落感 因为我是一个不会说轻易说放弃的人 一定是就是现实包括我的身体告诉我 你不可以了 你是真的不可以了 你再这么下去只会说让自己更状态的更差 就是那时候我很长一段时间 我就想恢复我想去打球想恢复 我也在足里拼命的练 但情况是对来说因为高强度的工作 再加上高强度的去训练你的身体 已经不是之前的身体了 他已经不听使唤了 他想法会很严重的去影响到你的工作 你的腿肿了 你不能跑步 你不能走路 这对你来说是非常大的影响 可能会影响到你后面的生活 以后的生活 如果你再去执念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坚持了很久 我坚持康复了两年多了 真的是发现你错过了最好的时间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没有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帮助你弥补 唯有就是说你放下这个执念去寻找新的出口 你曾经说过就是 你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 说要不然没有目标的话 就没有什么动力进行下去 那么你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样的目标 我下个目标就是想打 今年吧 最好今年不行明年 打一场就是高尔夫的业余比赛 对 去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在你另外一个领域的不同的压力 然后一个竞争吧 所以其实你做事情真的很拼 无论是拍戏还是打球 人总要有点爱好吧 就支撑就是可以做的时候让你开心一点 或者是忘掉烦恼 那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假如你自己不是张哲瀚 就是 当你听到这样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跟大家去介绍张哲瀚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阿姨来问 谁是张哲瀚 你怎么来介绍 那就是说最近有一部很火的戏 山河里里面一个主演叫做张哲瀚 就大概就是这样 就一个演员叫张哲瀚 然后爱好唱歌打高尔夫 就这样就是演员 演员就是我的工作职业 最近是不是就是接了很多的采访 我记得有我看了几个采访 就是同一天晚上做了五个吧 就是在我结束一天的行程之后 到了九点十点多 然后排了五个采访 每个采访一个多小时 我做的呢 我真的是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然后感觉我那个采访出来 然后脸是肿的 眼睛也是肿的 会不会很有很多 就是比较雷同的问题 其实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一个接一个的问的嘛 然后呢 就有问到有一段时候 突然恍惚了 我抬头问他 我说这个问题 你刚才不是问过了吗 其实后来工作人员就告诉我 他其实是已经换了一家 就是那个采访的 就是在面对这些采访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大家问的 其实没有问到你的心里 也不能这么说吧 就大家都是问一些 比较常规的一些问题 然后至于问没问到我的心里 我也其实也不知道 什么问题才是问中我的心 可能就是问到我比较感兴趣 或者不是那么的 就是不一样一点 可能会激发我的思考 然后激发我一些想说的东西吧 有点定闭趣的 感谢观看